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中外記者才剛被放行進場 就看到震驚全球的這一幕 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 側座面向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像是在說些什麼 這時候他身後已經有一位工作人員拉他右手 但胡錦濤不願起身 接著工作人員伸出兩手 嘗試從胡錦濤後方把他拉理座位 從畫面來看胡錦濤第一時間並不想離開 還伸手拿桌上文件 但錯拿到習近平了 這時習近平迅速伸出右手按住文件 工作人員也立刻阻止 就在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栗戰書 把資料遞給工作人員後 後方再有一人上前幫忙挪開胡錦濤椅子 並指引離開方向 但胡錦濤還是站在原地一陣子 沒有立刻往前走 等到胡錦濤終於被搀扶離場時 他走兩步還回頭 把手放在習近平身後 並說了幾句話 接著胡錦濤又拍了拍 坐在習近平旁邊的李克強肩膀 才離開會場 22號晚間大陸官媒新華社在推特發文表示 胡錦濤堅持參加閉幕 儘管他最近一直花時間休養生息 當他在閉幕會議期間身體不適時 工作人員為了他健康著想 陪他到會場旁邊休息 但BBC分析中共大會通常有高度化的腳本設計 這也導致人們猜測胡錦濤離場並非偶然 代表的可能是舊時代的領導人被象徵性的撤職 TVBS新聞中介面的米珍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